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闻笑 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毕竟 工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我知道 你为了迪爱的上市 赌上了私人定制 但是 如果完成了迪爱的上市 实现了对你父亲的承诺 却失去了言下 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 迪爱一直都是你的包袱 而萧氏光年却是你的归属 我不希望你因为信幕 失去跟言下共同的梦想 不要让我曾经的不安和怀疑 发生在言下的身上 闻笑 迪爱需要你的经营 你跟言下的感情一样 欢迎光临 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 你很好 没什么需要改的 需要 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 严小姐 你愿意帮我吗 放下手边的工作 跟我来一场真正的约会吧 好石 没错 这里是你为灵山的梦想 打造的地方 铜趣和潮流的碰撞 视觉新颖 又有亲和力 灵山的梦想就交给你了 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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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行了 什么 严oto 它的工具 我都等你了 蔡宁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这边已经在路上了 严夏呢 严夏 严夏他说他店里出了点事 回宵时光年了 严夏 你好好休息 我去送羊衣了 你看 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设计方案 我们已经准备发出去了 闻笑 出事了 彭宇佳的经纪人打了电话说 说他出了车祸 明天不能参加时装秀 他是国际超模 想要临时请到这种级别的很困难 最重要的是尺寸 咱们的时装 都是按照他的身材 来量身顶做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现在只能临时换别的了 你的家属或朋友呢 他因为有事先走了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你现在啊 需要住院做一进一步检查 详细检查 以你现在的情况啊 需要做进一步的缜密检查 具体情况 等联系你的家属再说 我 喂 喂 颖夏 我们这儿出了点事情 一会儿消失光点见 好 一会儿见 医生 我还有事情没忙完 能不能等我忙完 再来做检查 那你尽快吧 超模彭与佳受伤了不能出场 所以我们的主打款 根本无法展示 如果同时间去找 同级别的模特的话 时间又不够 所以我就想 凌善 由你来展示这次的主打款吧 你作为信母的设计师 由你展示再适合不过了 我 我怎么能担此重任啊 我从来没走过时装秀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首席设计师来展示主打款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林夏 那从现在开始赶制 明早七点前能完工吗 应该没问题 养医 其他部分不用改 单改尺寸的话 应该没问题 请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眼欲穿了吗 要知道 一款你们见到的一套独特又大牌的衣服 都可以在奇迹宝贝的个人官方网站上 看到它的整个制作流程 是整个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过程哦 好了 马上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整个舞台上 等着我们的模特们 闪亮登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很感谢来这里的每一个人 信木不只是一个品牌 这里还包括了所有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的努力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朋友 他就是 信木的特邀设计师 原下 你的检查结果一周后就能出来 好 谢谢医生 我真希望西木的时装秀 永远不会褪色 这只是开始 未来会更精彩 虽然时装秀是我的梦想 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你的 也是我的 我们 我们 你是要继续留在迪埃了吗 你不愿意啊 愿意 我当然愿意 不愿意 你们 学 moved 终于 学 锁 视ס 可以 看 美 也 �ес 嗯 私 现在我们已经上了 整个时尚圈的热潮 温乔 西木的第一步 真是成功了 迪埃上市的计划 应该也没问题了 温乔 谢谢你 跟我客气什么 我也是在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以后啊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承诺过你 只要你回迪埃挽救西木 我就将我手中 所有的迪埃股权传给你 打住 收回你的承诺 我可不想再背负迪埃 这个大包袱了 我是属于消失光年的 你也知道 为了西木 四人定制计划 已经停滞一段时间了 现在是时候该重启了 可 可我根本不适合 总裁这个位置 我能坚持到现在 是不想让西木消失 适合 你身边有灵珊帮你 宣传和销售上 有正经理和前经理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是代工厂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 跟唐总合作 他们的做工 不亚于国际的 还有 不要固执己见 多听灵珊的意见 卫星 你是不是还没有原谅我 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 谈什么原谅 再说 我ADI操心这么久了 也该换你了 我要回到属于我的 那片天空了 消失光年 才是我未来该走的路 温董 西木的成功推出 我想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你可以继续留下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有什么条件 尽管开口 我尽量满足你 你也看到了 今天信目之所以能成功 不是我个人的努力 是DI全体员工 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起帮助DI度过了难关 所以我要的酬劳 不是给我的 是给他们的 之前我和艾雷娜签署的 海外战略合约 因为削减预算 还剩一部分余款 所以我希望 您能够从中抽取一小部分 作为奖励给他们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 您应该比我懂 还有关于股份的问题 作为总裁 我要求百分之三 不过分吧 你想 把这些股份 都送给DI的员工们 是这样吗 是的 多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DI的员工 有家的感觉 说实话 这次如果不是他们 心目这个项目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那你自己呢 我就不继续留在DI了 我也找到了 我的目标和人生 DI能够发展得更好 是我父亲的心愿 所以以后DI有什么困难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们曾经都犯过错 闻孝的离开 是因为他想重新开始 莫臣 我们不要总想着过去 我们要看向未来 我们要替文孝 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心目的发布会 非常成功 真是你一出手 就是不同凡响 这次的危机 可算是过去了 你该不会是 想着回DI吧 没有 我打算重启私人定制 不错 不过这次 我可要提醒你啊 如果这次项目 重新启动的话 你可不能再发挥了 要不然 可对不起我这个股东了 放心 我可不可以 医生 他怎么样 你是里面病人家属吗 不 我是 那你就是他男朋友吧 你也太不注意了 你女朋友是因为劳累过度 肝功能异常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肝癌 待会儿他醒了 送到普通病房 你再去看他 谢谢医生 等一下 天都亮了 你就休息会儿 我累了自然会休息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 林夏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脑不舒服 我没事 我肚子疼 我去个洗手间 来 林夏 林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一定是严东那个臭小子给我下毒了 他是你弟 怎么可能 你要是肚子疼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我一会儿就好了 严夏 你别强撑着你出来 严夏 严夏 要疼也看看时候 怎么老是这么着急的时候呢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撑到明天 要想浅浅眼下的负担 就必须要有弟爱的帮忙 温小哥 你不会就这样放弃四人定制计划吧 我和我朋友还等着那个VR开发继续呢 放心了 不会的 行了 我出去一趟给你麻烦你了 嗯 没问题 温小 董事会已经通过你的决议 将你争取的股份全部赚给了员工 公司接营销 员工的向心力是最重要的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萧氏光年的合作计划 一个月只接两单 严夏做四人定制本来就很辛苦了 如果接单量大的话 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我不想他那么辛苦 金额营销这个方法呢 既能让萧氏光年的手工艺发扬光大 又能让他不那么累 温小 你为了言行啊 真是煞费空心 一个月只接两单 用时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做标志 我想单凭这个 就可以让很多人愿意排队等待了 所以 萧氏光年 提升了迪埃的市场品牌价值 但是 文啸想的不仅仅是萧氏光年 他还想到了迪埃的上师 文啸 永远比我们想的要早一步 我对丁叶 你对文啸 我们都做了对不起丁家的事情 文啸 文啸是个大度的人 他不计前嫌 把迪埃 还给我们许家 墨尘 你我不要忘记 我们欠丁家一份情 这份情 你一定 要牢记在心里 我希望私人定制能和迪埃合作 并且推出限量版 我不同意 我自己做街坊的生意 一个月少说也能借时来借 你现在的计划里 一个月只销售一两件 我当然是觉得萧氏光年借的活儿越多越好啊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萧氏光年 严下 几百块钱的衣服你做十几件也维持不了生计的 再说了 我们现在要走的路线 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限量服务 在定价上肯定会比一般的私人定制要贵出许多 现在心目的事情刚刚结束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那么累 如果走限量既能维持店铺的生意 又能让你父亲的手工艺发扬光大 我们为什么不能 再说了 这是你们家传下来的手工艺 是世界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高端路线不为过的 眼下 不是所有的衣服卖得越多就越好 喂 莫辰 好 我马上过去 徐叔找我有事 我回来跟你聊 这些天 我也开新闻了 新墨 这新品服装发布会搞得很成功 现在整个时尚圈 对这个新兴的品牌都很关注 温孝 你爸爸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才有了抵爱今天的发展 我希望 你能够留下来 继续管理抵爱 徐叔 抵爱是您的心血 我相信啊 以墨尘的能力 再加上灵珊的帮助 一定可以的 人群 来啦 人群 来啦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你没看出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啥不一样啊 还是那么漂亮 你就是在糊弄我 我糊弄你啥了 我新买的裙子你看不出来 你一定是被公司那个女人迷的五迷三道 开始嫌弃我了 你说什么呢 我能说什么呢 那个前男妹 前男妹 我跟他就只是朋友 别多想 朋友 才见一面就成朋友了 这一大早的什么毛病这是 对了 今天约了看电影 所以 新裙子 一个月份 是 你不认识的 这个人在家里面 也不能在家里面 有些人 他也不认识我了 你不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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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爸的心血 他一直希望把织衣铺 做成流芳传世的店铺 可是我总觉得 文孝把萧氏光年 当成低爱上市的工具 我倒觉得 丁文孝他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你好 一个月只接一两单 是怕你累着 他又知道这萧氏光年 是你爸留给你的传承 要想流芳百事 进入时尚圈 引起关注 他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在为你好啊 你还记得 你在制作 心目样衣的时候 整天熬夜 我们看着 只能干着急 也帮不上忙 我都心疼 更别提丁文孝了 可是萧氏光年 在这儿立了这么多年 做的都是 街坊邻居的生意 现在突然不接单了 而且把价格 调高了那么多 我真的怕萧氏光年 这个招牌 砸在我手里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约好了去看电影吗 你忘了 电影 我说你就对 我们的约会 怎么不走心啊 还不是被你气得给忘了吗 算了 时间都过了 改天吧 在近日举办的西班牙博览会上 由中国DI集团联合西班牙品牌LOOSE 共同举办名为信木的品牌时装秀 其独特的创意 以东方美学融合西方时尚 并结合了环保的特点 信木成为本次时装周 最靓丽的一匹黑马 最靓丽的一匹黑马 凌珊 去哪儿 我约了文笑 去吧 文笑 感谢你成就了我的梦想 成就你梦想的不是我 而是墨尘 他一直在幕后 默默地关注着你 你应该感受得到 他对你真的很用心 但是我现在 只想好好地为自己活着 这种感觉 就像找回了仪式的自己 所以 我不想去触碰未知的感情 墨尘在公司的管理上 刚刚步入正轨 于公 我觉得你应该协助他 于私 你也不应该逃避你们的感情 你也是 喂 杜医生 医生 检查结果怎么样 您就直说吧 我这都检查两次了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我承受得住 干碍二期 肖世光年四人定制成功的那一刻 就是我向你请求 共度一生的开始 以你目前的状况 如果说不做手术的话 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是针对像你这样的 肝癌二期患者 有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就是肝脏移植手术 但是这个手术的风险 和术后的排斥意向 我们 当时间开始跟我追逐赛跑时 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没有做 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 各舍不了 我一定要在我离开前 将一切事情打点好 我需要艰难过 也要是我的 我以为我 我一切都不想 我下车了 酷子 肝脏移植手术 妈 姐是不是不正常 别胡说 爷下 你这是干什么呢 做早餐啊 还能干什么 妈 姐最近是因为压力大 还是失恋了 别胡说 姐 你一心都在 消逝光年店铺上面 这些家务活儿 你怎么突然懒去做了呀 是啊 那个 以后做饭做菜 收拾屋子的事 还是妈来做 你千万别插手 妈 你们是不是怕我做的不好吃 对吧 没有 没有 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聊 我的时间很充足啊 是要来谈公事吗 不是谈公事 谈感情 文笑 对于文笑 我该付出的都付出了 该结束的也都结束了 现在我是真心地 祝福他和言下的 所以跟文笑没关系 你 有新的对象 是找到喜欢的人了 灵珊 喜欢一个人 是互相的 是要有责任感的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但对方却不喜欢你 或者眼睛里存在着别人 那你就不应该开始 这样会让你更痛苦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他 觉得和他在一起能够幸福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做 祝福你 你也认识 你以后只能喜欢我一个女人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恭喜你 我想结婚 你说的结婚对象 该不会是灵珊吧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喜欢灵珊 我希望 能和他牵手一辈子 灵珊 是丁叶 给文啸指定的结婚对象 你这么做 会不会 他们两个的感情 已经是过去时了 而且灵珊也愿意接受我 希望吧 你能同意 只要你们俩愿意 我能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谢谢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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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笑 原笑 你干嘛呢 画设计稿 设计稿 离谢幕下一季度的时装秀还早着呢 而且你现在又不是迪哀的职工 你现在又不是迪哀的职工 你现在又不是迪哀的职工 你担心什么 慕总监会解决的 我想画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我要把萧氏光年三年的设计稿都画完 三年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思琪 你说如果让慕总监 来萧氏光年帮助私人定制 他会答应吗 这萧氏光年跟DIU没什么关系 慕总监 他如果答应来帮忙呢 那是情分 他不来的话 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那如果 萧氏光年是DIU所属 会不会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我找你来呢 是想跟你谈点私事 我想 向凌珊求婚 求婚 我想先准备求婚戒指 至于婚纱呢 我已经都想好了 我想让延下 给灵珊单独定制 我想给灵珊一个惊喜 没问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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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